我們一直都要進行這個溝通 和爭取大家的諒解 始終我們大家是和而不同 繼續是要團結在一起 為我們的共同交易奮鬥 那這些短暫的不同已經是有大問題 下一位 想問一下其實今次你們提出的方案 泛民和你們黨內都有很大的分歧 那為甚麼你們看這個公共同性的方案 選擇前線做的方案呢 其實黨內就不是那麽大的分歧 大家看到票數差不多是8月 其實是有一個相當強的主流意見 成為我們黨的共識 當然那20%或者20%不同意見的黨員 我覺得非常尊重他們 我曾經多次講過 不同意我們目前這個決定的朋友 是有他們的理由的 那些理由我不可以說他們完全錯的 只是看法的不同 判斷的不同 所以我對他們的不同的意見 我們是非常之尊重 那我也希望他都會理解 我們作出今天這個決定 這個主流意見的決定 會有的理據 亦都會大家互相尊重 人家那些9月的投票立場 是否一定會同一 我們這麽久民主黨的傳統 是大家都會跟從黨的機制決定 那以往未試過 是有立法會議員 是不跟隨黨的決定他們投票 因爲一路以來民主黨作為一個團隊 我們的紀錄是相當的好 如果有人是不跟隨黨的 我想不要假設了好嗎 到現在我對我們的黨是有信心 如果有機制是有更進呢 如果有不進 如果真的有人沒有機制會更進 沒錯沒錯 當然我們黨是有自己的紀律的機制 不然其實是有機制 不過我不要假設了 那麽久我們有自己黨的黨章 規定了公職人員 是要跟從黨的決策機構的決定 你們要投票 那麽這個是一個黨的紀律問題 那麽我相信呢 大家會尊重這個黨的機制和紀律 仁哥我想問一下 其實之前會前都說過 一旦跟黨投票 就會要是他自己去黨 或者是黨去隔走他 其實他有立法會議員 還要需要兩天試一下這個考慮 你仍然都覺得是可能是心情臭重 會不會是太輕了這個問題呢 我不再去回應這個問題 仍然都是很假設性 我剛才已經是跟大家講了 是有不同的意見 我相信是解決到的 我也相信大家最後會跟從黨的機制 和紀律的投票 你仍然想問一下 根捷律主黨接受了 那個公民組的代理 出外出的官員 特別是在下屆的時候 會不會令到公民組的決策 都是依舊的依舊的 就是你覺得是很重要的 我們回答了很多次 政府自己在1999年 向聯合國遞交的報告 講明任何的功能組別 只是過渡的 當去到全面普選的時候 功能組別是不應該存在的 我們是不會要求政府 順手這個承諾 重視今次的功能組別 是一個這麼大的組別 有這麼多人投票 都好 所以由於提名的限制 我們覺得都是不是一種直選 不是一種民主的普選 我們是不會接受它 長期留在這裏的 不過這種選舉 民主的成分是相對高很多 還有我相信喜歡特權的人 都不會太欣賞這種制度 因為不會怎麼保障它 而參與這種這麼大的組別選舉的人 也不怕自己是參與直選的 所以這些新功能組別的參與者 是絕對不會構成阻礙 將這些功能組別轉為直選的 請問一下 剛才投票那裏 是否有一個議案是容許出國人會可以改選 是 沒錯 那裏還有一個授權是通過錯的 是 沒錯 是 贊成就231票 是百分之74 反對就80票 是 百分之26 就有一票棄權 那你們會即時 甚至考慮行駛一些人 會否認識 看來行駛的機會就微乎其微了 因為大家看到 政府是在我們大會之前 已經公佈了它這個 就是這個政改的內容 具體內容 就是這個新方案 那這個 今天的公佈 會構成了 這個政改決議 背後的整個立法的計劃 那今天的公佈呢 是有法律的效力的 因為成為了政府對立法會 和公眾的暴政 那這件事是不輕易更改的 所以我相信我們是 沒有什麼需要 要利用這個緊急機制 我當時 我當時說呢就是說如果是一個難方案 如果是大家都不同意的 就是很多人覺得不好啦 那會員大會通過了 那大家當然是覺得很無奈的啦 那會退黨啦 但是如果是一個方案 我自己和中英委員會都一起推薦給會大 而會大也都是以這麼高票數通過的呢 就是很明顯就表示我自己 和很多的黨友呢都不覺得是很差的方案 那我亦都會呢 和民主黨其他成員 和希望和其他市民呢 一起繼續爭取普選的 這個呢我們從來都沒有放棄過 不過在這個階段 大家覺得呢 這一小步呢 好像我們很多黨友都覺得是值得踏出 我相信也都是很多市民呢 都覺得是要踏出